小伙伴们眼前的这个道具 你们还记得它吗 曾经它就出现在淡宰岛的禁区中 它的名字叫淡宰激光枪 但是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吗 随着淡宰岛新版本的更新淡宰激光枪 这个好玩的道具 已经被官方大大永久地删除掉了 在新版本的淡宰岛 再也玩不到淡宰激光枪了 你们知道吗 众所周知 曾经的淡宰激光枪 就刷新出现在淡宰岛的禁区的尽头 如果你曾经在淡宰岛的禁区中 也见过淡宰激光枪 那么请为我们被删除的老朋友淡宰激光枪 点的赞吧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当淡宰手拿淡宰激光枪 点击开枪 就会射出红色激光 把其他玩家淡宰烤成黑袋 可好玩了 可是随着新版本淡宰岛的更新 我和学姐发现淡宰岛的禁区已经没有了 并且在淡宰岛新版本的街道两侧 也已经找不到淡宰激光枪这个道具了 为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淡宰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现在我的淡宰所处的位置 就是曾经老版本淡宰岛进去的位置 仔细看新版本更新后 这里已经修上了新的高楼大厦 已经再也看不到 刷新出来的淡宰激光枪道具了 我到现在还记得 曾经在淡宰岛玩耍淡宰激光枪时 是多么的快乐 小伙伴们在未来的日子中 你们希望这把淡宰激光枪道具 重新回到淡宰岛吗